歡迎收看新台灣星光大道 我們輕鬆來聊新聞 現在要介紹今天的來賓 第一位我們文化大學的教授 我們的姚立民 姚老師您好 大家午安 好 資深媒體人 黃光琦 光琦您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 唐翔龍 翔龍您好 大家好 國民黨立委 我們的政立委委員您好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 劉憶侯 英雄大哥您好 大家好 一開始我們聊到 當然呢 還是來聊這個黑心塑化器的部分 因為我們前一天其實就跟大家聊 這個在這個賴俊傑的部分 其實這個檢調是有傳出 因為如果一罪一罰的話呢 他可能最高可以被這個求刑30年以上 但是現在是傳出來了 這賴俊傑呢 在這個調查過程當中 疑似跟這檢調 好像有嗆聲的一個舉動 因為怎麼說呢 他居然還說 如果有機會的話 他可能還要再把這個事業做大一點 我們先來看這報導 玉山負責人賴俊傑 當時檢調上門搜索 他還滿口道歉 我錯了 在被受壓十多天後 賴俊傑現出了原刑 嗆聲檢察官出獄之後 要做更大的塑化劑生意 當時檢察官借提賴俊傑 偵查庭上賴俊傑得知 最高占被求刑30年 脫口如果被判重刑的話 有機會要做更大的 檢察官聽了當場回嗆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賴俊傑毫無悔意 之後賴俊傑被借提回了新北市老家 兒子希望父親向家裡神明拜拜 但賴俊傑卻說 神明都沒有庇佑他 他何必再敗呢 連兒子都傻了眼 賴俊傑被關在彰化看守所十多天 老友全都認識他 還虧他做塑化劑的生意賺錢太慢了 出獄之後乾脆制毒算了 檢察官怎麼也沒想到 賴俊傑從一開始被捕的時候 態度滿是道歉 到得知可能被判重刑 毫無悔意 態度出現了180度大轉變 中文新聞陳孟輝 彰化報導 好其實這個講這句話 我們剛剛其實來賓也有講 好像也聽不太懂什麼意思 因為他就講了一句說 如果被囚重刑呢 他要這個做更大的 好這個我們先不說 其實呢 現在之前也傳出了 就是說 在這育申公司的 包括一些帳策的 這個檢調要查之前 好像他們就已經知道了 這樣的一個消息 重要帳策已經不見了 好這個諸如此類的事情 會讓人家感覺到 怎麼好像 不管檢調啦 好像外界啊 對於他們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好像拿到沒折 拿到沒提條 這樣的狀況 這個 顏永達人怎麼看 這種在偵查中 經常發生 陳水扁當初被辦的時候 不是要保持堅默嗎 所以說現在是對被告 你要辦他之前 你要告訴他 你可以保持堅默 你可以什麼都不講 你可以找律師 都可以嘛 那尤其他被辦的話 燒掉葬車 這不是很普通的事嗎 但辦之前就好像 傳出就是已經了解 知道這個訊息了 檢查單位開始在行動的時候 他們這些人大概都會有一點風聲嘛 哦 當然這 一般的家庭弄個職業賭場 警察可能會上 可能會上 做食品的消息這麼靈通啊 這個 這個 他們業者 譬如說 你剛開始查的時候 你才查律生這一家的時候 那可能從下油產 從桌上台 說你上水買的 那人家會打電話給他 欸 你在那裡查我 查我這裡喔 我 說不定有時候朋友會講說 欸 他查你 那我講出你來了 他就趕快燒了嘛 當然是燒了 這個 辦案不要怕對方不講 也不要怕人家證據銷毀 在這種情況下 你要想辦法把它辦出來 因為這種事情 不可能辦不出來啦 他不講 下油廠商會講嘛 因為這個事情也不是說 只有我跟鄭里文兩個知道 我們兩個都不講就沒有了 賣那麼多貨物出去 怎麼會查不出來呢 但是是可能比較難查 速度沒有那麼快 他今天給你養家 明天給你養家 那至於他在 偵查中講那些話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所了解的 不完整 他可能心裡想說 欸 我弄這個 速化這個也沒什麼了不起 吃了也不會怎麼樣 我又不是製造真正的毒品 我又做什麼 做安非他命啊 做什麼K他命 這個賺得比較快啊幹什麼 但因為那時候 檢察官要收押他之前 一定會給他說 你好好講 不講話給你收押幹什麼 都會 雙方會鬥志嘛 他一去想 就會嗆聲 現在給檢察官 嗆聲的情況很多 酒醉的 警察嗆聲的很多 現在一般老百姓 嗆聲的單位是家常便飯 不要不要覺得奇怪 所以這是在衛星上面 是受到一些挑戰跟指引嗎 但照道來講 這個引起這麼大一個風暴啊 就照道來講 一般人應該他們態度 不太還會講一些 就是剛剛一鴻大哥講的 好像在鬥志的這個狀況 這個光綺你大概怎麼看呢 這個事情 剛剛這個新聞 其實玉森這家公司 我們查他的這個出貨紀錄 他過往 因為他已經做了這個 至少離開他的這個 原先的濱漢 已經至少做17年了 可是他有出貨紀錄 是從06年才有出貨紀錄 所以我們才算他 有出貨紀錄的情況之下 他在那獲利上億元 果然我們比對他房地產 相關的那些資料 他果然獲利是至少上億元 那我們看到他第一時間 他到岸的時候 他怎麼說 他說這是18、19歲 他做學徒的時候 師父就這樣教他了 可見他認為說師父教的 我家這個 我也沒有什麼樣的一個良心不安 以前就是這樣學 之後他現在就這樣做 後來又說 這是業界公開的這個秘密 甚至講說東南亞 那個比我們用的更毒 那他過去也的確用的是 比DHP還更毒的DNOP或DOP 後來是因為06年 第一類毒物管制了以後 那DOP被管制以後 他才敢用DHP 那他之前之後到岸的這個態度 有變更 先前他一定想說 食品衛生管理法 罰則這麼輕 6萬到30萬 他這次也只被罰15萬而已 那後來 因為祭出了一個一罪一罰 說他最高求儲 可以求行到30年 他認為說 這可能關進去就出不來了 所以他才跟這個 檢方嗆聲 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的風聲哪裡聽來 你知道我按照這個資料上 今天媒體有報導 就是說 檢方開始展開大動作的一些搜索 搜索這個鞋層化工的時候 聽說就有私下管道 就跟他刺警 說你要趕快做一些準備 所以他把那個體運計的配方 在這個表面上 把他這個配方給改了 在他仗冊 他把他某些東西都運走了 所以我們看到 媒體去追查的時候 要不然就鐵門拉下來 要不然就繼續出貨 要不然就是有在運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這一次有人在探討說 檢方動作是不是太慢了 但事實上檢方在某種程度上 他也等不及你政府去什麼 一些相關的什麼積查 因為積查人員 他也沒有公權力對不對 所以檢方先動手 可是還是慢了一步 那不管怎麼樣 這個賴俊傑這番話 是對抗你公權力 他認為說你以前這個 在檢驗方面 你就很難去百分之百查到他們 甚至完全沒有辦法查到他們 30年來對不對 他這次也跟你對抗 甚至在修法了以後 是不是能夠塑及既往 我覺得某種程度 他是對抗你整個檢驗制度 對抗你法律 那現在跟你公開這個嗆名了 我覺得他這個心態非常可異 那跟他之前講說 我潛心修佛30年了 我做人工香料 我還要改成天然香料 我在這個研發對不對 我還抓我的兒子賴 賴玉森過來試 你試試看 我覺得這些都是假話 潛心向佛的人 到現在一點那種良心都沒有 好這一點良心都沒有 不過這老師怎麼看 我們剛剛一開始也講到這個事情 怎麼感覺到現在 這個好像大家拿著沒辦法 居然還敢講這樣 用這樣的態度 到底現在我們能夠怎麼辦呢 或是說這個事情要怎麼看 沒有一個犯罪人 沒有一個犯罪人他會自己提供自己的犯罪證據 連殺人都會把屍體掩埋起來 來滅滅這個來掩滅證據 所以所以玉森老闆會這樣做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他犯了很大很大的錯誤 他現在之所以還自以為異或者還可以嗆 檢察官最主要的是因為他自覺得他所觸犯的刑法的條文有限 你要找到因果關係 你要找到這些傷害詐欺的這些罪名 並不是很容易 可是我相信解答官自有他的一套做法 我舉同案被告 被犯罪嫌疑人叫陳哲雄 就冰漢的老闆 他是大腸癌三起 那我並不是說他來日無多 可是他就可以成為很有重要的這個證人 因為他跟他的師弟這個玉森的老闆 同伙做這件業務做了很久 所以換句話檢察官我相信他會從各種的方面 去找證人去找證物來證明 這一個玉森的這個罪行罪嫌 現在重要的是檢察官除了 除了現在對於這兩位 我倒不擔心這兩個將來會被定罪 因為這個應該是非常明確的 那我比較認為重要的就是中間那個中油的 也就是他們供貨的 可是那些人明知 要不然就是知道以後還在出貨的那些中油 像金果王啦還有那等等的七八家的廠商 這些我覺得檢察官現在的動作 有一點點燒賣 因為我相信他們也在演滅證據 中油這些廠商啊 中油這些廠商不少啊 他是在五月下旬這個案子爆發嘛 那他們可以從這兩家或者其他地方 進這個貨怎麼會不知道呢 那知道以後 他們居然到六月中旬到今天為止 我們都還沒有 那可見他們還有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可以去處理這些事情 不但像玉森一樣的去改變 去處理他的帳策 去進貨單等等等等 像這一部分我覺得將來在責任歸屬上 在檢察官現在調查上來講 我覺得應該有加重 因為玉森跟兵漢這些 應該在未來收證上不是有很大的問題 而是中油的這些廠商 不過我們剛剛看到其實香榮請教 其實我們昨天也討論到很多 不過剛剛其實老師有講到一個 就是在這個檢調他們的動作 是不是稍嫌太慢了 而現在呢這個賴俊傑他這個態度 是不是可以觀察到一些什麼事情 我覺得那態度就是一種談判的姿態啦 就像剛剛玉森提到的 你可以說他很囂張 那他沒有悔意 那也可以說那種困獸之鬥 在自己已經被羈押 然後其實沒有多少籌碼的情況 就剩一張嘴而已嘛 那嘴巴嗆聲說要做更大 老實講如果真的在重判之後 那你要做更大也是很多年以後啊 除非就是說這個 就說這個父死子的子祭 他兒子這個真正的叫做賴玉森的 那出來呢繼承預生的這家公司 好好地把它做大一點 要不然你要等到 如果真的重判關出來了之後 那也那已經是 已經又又不知道多少年之後了 那都是這種姿態而已 不過你還是要肯定就是說 這個叫賴俊傑的 他不需要等到出來以後 他現在已經做很大了 他他不只在台灣很大 因為到現在為止 雖然他的講法說 業界共知的秘密 好像大家都這樣做 可是我們這幾天在講 就是你不管從上游查到下游 從下游查到上游 查來查去其實就是這三家 沒有再多出其他家 也就是說 其實他那種裝槍做事說 大家都這樣子做 到目前為止 我們並沒有看到其他的 香料的體系是這樣做的 就是你這樣子做 那所有的有關於塑化的 會導致這四百家的廠商 一千項的產品 會導致台灣的這樣的一個信譽 MIT的這食品的信譽的崩潰 其實就是這三家 而且三家都有一些關聯性 那核心的就是育生 那育生已經做很大 因為他不是只有在台灣 其實他在2009年 也就是環保署之前開公聽會 而黃淑英出來講話的 那個2009年6月之前的兩個月 育生在大陸投資的育園 育園的規模 那就比台灣的育生來講 要更大得多了 他的員工的人數 是台灣的大概八倍 好那你說他是不是做 做更大 而且這個地方還只是 銷在廣東的部分區域而已 他已經在朝著 更大的方向做了 我只是覺得 我不能說因為呢 因為你這個育生的賴俊傑 因為你是綠的 所以呢你敢於用 用這樣的姿態去講話 我常常在想 就這兩天 如果說你今天育生 是一家被認為 要說假定將來有 錄資企業到了台灣 假定有一家錄資企業在台灣 結果發現他用了 那個台灣不合台灣規定的 這樣的一個塑化的原料 在石兵裡面 這家這家廠商 或者說他是一家呢 被認為是藍的廠商 他有政治獻金給正立完好了 那這家廠商這個時候 他一定會被包圍 一定會被炸雞蛋 他一定會成為示威抗議的場所 一定會有人去罵你上權辱國 一定會有人說說你是中國人的走狗 一定會有人叫你滾回大陸去 可是育生不管是說育生這家公司 現在為止從上到下 他們背 他們肚子 他們肚子 整張戶 那基本上面都沒有事 沒有人去動到你 為什麼 是因為你是綠的嗎 是因為你是綠的 所以不管是國光石化會被包圍 台塑失火了會被包圍 其他的企業只要沒有碰觸到 你民進黨核心利益的 都可能會產遭這種政治性的對待 而育生因為是綠的 所以就沒有嗎 大家就反而就事論事 你不是還要聽你在 透過這種間接的管道來向家嗎 要示好的時候說 我出來之後我要幫助這種 就是說衛生單位來查記黑心產品 你不爽的時候說 你出來要做更大嗎 即使不是政治態度 可是政治態度在這件事情當中 所營造在社會氣氛裡面的影響 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不知道大家觀察到沒有 這基本上面還是回到 我最原始講的 那個是不同政治集團之間 品質跟格調的問題 大家可以再觀察一下 其實不過這個像我們昨天也講到 這個有關民進黨昨天也是大規模開了 記者說這個D-Day沒有用 乾脆再來一個D-Day好了 那我們來請教一下委員好了 今天我們知道這個馬總統也是 即將在晚上也要再開個國安高層會議 不過也有人講說 他現在才上火線 這動作會不會太慢 他不是現在才上火線啦 就是說上火線的定義是什麼 當然不是總統自己去查氣嘛 他也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而是說今天你有沒有展開一個決心 跟一個態度 那我覺得這是無庸置疑的 就是說行政部門在第一時間 就已經展開就已經展現了 他要全面棄查的一個決心嘛 那麼D-Day當然不可能說 今天就算二次世界大戰 也不是D-Day那天結束的嘛 那沒有人願意說 這個事情無限的蔓延下去 那現在就是說 怎麼樣能夠把這些根源 通通都抓出來 即便事情已經鬧得這麼大 大家都知道這個有問題 你也看到就是說 人性就是這樣 就是說他在這個時候 他不會發現 我以前不知道這個有問題 我們好像也有趕快停 他反而是好像裝作不知道嘛 那你怎麼會知道呢 你怎麼可能全面性的去查得 這麼一清二楚呢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在這個事情上面去 雞蛋裡頭挑骨頭 然後對於這個重大民生的事件 你不去思索說 今天這個政策上面 應該要怎麼樣更加的謹慎 更加的一個周全 反而去做政治鬥爭 我覺得現在的政黨是很墮落的啦 我覺得這並不是選民想要看到的 今天選民在關心塑化劑的時候 在關心我每天吃的東西 會不會影響我健康的時候 你還同時要去計算說 我這張選票因此我要投給誰嗎 我覺得這個其實台灣民主政治 有點走得太過偏封了 那在這個時刻 其實每個政黨展現出來的 你是明包物語呢 還是只是做自己的政治計較 我覺得這對很多的中間選民來講 也是一個在感受上面的一個問題啦 那像這一次這個塑化劑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剛剛講到這個育生的這個老闆 我倒是認為說他不是嗆瞎 他講了他連那個口齒都講不清楚 前後邏輯都不連貫了 他是這個是什麼嗆瞎呢 我覺得他是 我覺得他基本上就是說 嚇到了 嚇到了 就是說 以前呢可能就是一種投機的心態 做了這麼多年的生意 也如同他說的嘛 就是這種一種慣性嘛 反正這麼多年都沒事嘛 沒有想到這事情發生了之後 也是很正常的反應 先是謙虛認錯道歉嘛 結果後來發現說 哎呦沒有用喔 而且比他原本想像的要嚴重很多 這時候人性的弱點就是這樣啦 大家都穿越斑馬線 為什麼被我 只有我被抓到 我被抓到 我以為我跟警察道歉就好 沒有想到警察說要把我關起來 我覺得他的心態他目前就是這樣子嘛 那他本來就不是什麼人格者 我們也不期待他在在被這個 被抓到以後被起訴之後 展現人格的風範嗎 這不可能 不可能你怎麼會對這種人 有這一類型的期待 我覺得他是充分展現出他的 整個的慌亂 然後亂了手腳 然後完全沒有預期到說 自己會遭受到這麼大的 法律的制裁 變成全國人人喊打的重死之地 我覺得他完全亂了手腳 完全慌亂 那當然 他那種直覺自保的反應 這不需要什麼沙盤推演 或大肩大餓的人都知道說 趕快湮滅證據嘛 這是一種人的本性而已 好 我們剛剛看到其實呢 這個其實香榮還有這個委員 剛剛有提到 這到底會不會後續的 政治效應呢 還會不會再繼續發酵 或說現在只是在做一個收尾動作 接下來就風暴就慢慢平息 我們待會兒還在討論 不過我們現在得到一個最新的消息 就是衛生署呢 發布三年來首例 就是國內孕婦感染 德國麻疹的病例 這患者呢是一名23歲的越南籍的孕婦 懷孕二十四週 這個 他曾經接觸七名孕婦 目前呢都沒有遭到感染 未來還會持續的追蹤 這個我們待會兒也會有這個相關的報導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